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水主王朝 沙巴州形势至关重要 国阵主席拿都斯里纳吉 接连两天在沙巴助选 星期一在古达向选民大派定心丸 扬言国阵胜选 必定加倍照顾沙巴子民之余 也大力抨击两名曾经是国阵领袖的 拿都斯里沙费裔和拿都斯里拉金 是政客 是青蛙 徒川 浙得ucks 大力抨击 vị 决将 Shy� 了 曆尔 朗尔 朗尔 她说 她说 奥乃Ibrahim将会 winning 我说 塔嗇 MCA BN将会 winning Tak I'm sure 奥乃Ibrahim将会 wins 他说 所以她 他入上船 因此 由于 由于 因为他要 自得 自得 拿督斯里拉金曾经在2008年 以国阵旗帜坐上宝佛国会议员位置 接着在2012年退出国阵加入公正党 拉金2016年又退出公正党 转而成立人民希望党 成为沙巴政坛的第三股势力 至于曾经是巫统副主席的拿督斯里沙菲裔 则是在2016年退党成立人民复兴党 并在来届大选和希望联盟结盟 请不吝点赞 订阅